因为提到封面在早上就已经下来了 目前在新北地区 还有台北地区 还有到桃园地区 现在雨都已经下下来了 提醒您出门记得带拔伞 温度的部分 台北地区21度 中部地区27度 高雄29度 东半部25到26度 至于在外岛地区 马祖地区气温还是比较低 大概15度左右 再来透过雷达回波图 我们就可以明显来看到天气状况 这个封面云带 其实早上就已经来到了 北部的海面 而当它在移动的时候 带进来的云带 就会使得中部以北地区 还有东北部地区开始要下雨了 目前比较多的雨期中 在桃园地区已经累积 有30毫米的累积雨量 而且雨还在持续下 甚至当它通过 走得比较慢的时候 这个雨势可能会来得比较大 提醒大家 在今天跟昨天天气是大不相同的 昨天北部地区来到35.5度 但是今天因为受到封面云带 还有东北风带下影响 今天气温是明显的往下降 来关心天气状况 好 明显的转梁 今天在北部地区您可以看到 19到26度 跟昨天查了有将近10度的温度 南台湾地区温度还是比较高 太阳陆里有机会来到31度 至于在整个东半部地区可以看到 东北部东半部 今天都是会下雨的 提醒您在降雨几率高达70% 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 在澎湖金门雨不那么多 但是马祖地区也是会下雨的 同时气温还比较低 14到15度 至于说今天户外的空气品质 我们提供给大家了 在今天空气品质的部分 倒是不用太担心 都是属于一个普通的状况 甚至东半部还是比较良好的 在今天空气品质比较好 提醒大家的还是天云露滑状况 好 来看到气象提款厅 提供给您出门注意哪些事情 在今天刚刚看到了封面云带 正在通过东北气风增强 带下来 北台湾气温下降了 比昨天下降有9到10度 差得非常的多 而至于说下雨的情形 其实会持续一直到周六之后 才会缓和 在今明两天雨势比较明显 所以今天 明天要出门要多加留意 特别晚上还有演唱会 如果你要去看 记得带把伞还要带上仪 大阶段 应该被为了 我讨厌